早晨 早晨 今日傳來一個聽眾 全球華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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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最重要 你要開心心 所以村長每天都會送一個笑話給大家 我一次過錄的時候 我自己都很開心 說完之後 你就自己在玩 我希望全世界人在這個疫情之下 都能夠抱有一個正能量 開心地面對 因為這個是全球的問題 大家都要面對的 大家可以開心心地面對 我經常說我的人很有趣 你可以說我改變不了全世界的大環境 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 就是保持著一個好的心情 所以每天早上班很開心 今早回來 一直到大時大節 整間公司就開始不停地露促了一些人 好像去拜神一樣 又變成果園 又變成月餅的寶妃 多謝所有的村民 會員 多謝粉絲的愛石 村長為什麼愛石得這麼開心 有你們愛 怎麼會不開心 今天和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充滿榴槤的表 多謝Pekky 我們整間行都是榴槤味 多謝你們 多謝你們 全村長都把我們親愛 多謝 我們有份 多謝Mary 多謝很多朋友 Kid 他們全部 好像潮拜 多謝你們 整間公司 充滿了禮物和愛 這個早上很有趣 有時候人很有趣 我今天看的新聞 我沒有想過一件事 我真的沒有想過 平心而論 如果不是看到這則新聞 我沒有想過 你覺得一個人的遺囑 一個人的遺囑 會不會令到 遺囑一讀出來的時候 令到其他人不高興 當然了 不是劇情怎麼發展下去 遺囑永遠都會有人不滿 原來她死的時候 原來她是不喜歡我的 到死 她可以說真話 我都死了 是不是 是的 自己的兄弟姊妹 多一點都不喜歡 這麼學生 愛人的話 或者媽媽在外面 藏了兩個秘密情人 對 秘密都出來了 因為我都死了 沒有所謂 遺囑會告訴你們 甚至就是 譬如當是一家人 有五兄弟姊妹 我到尾 我死了 我喜歡分給誰就誰 我從頭到尾都不喜歡你 我就根本告訴你 你一毛錢都得不到 但是到那時候 她才會知道 但有時候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 未必是她比較疼誰 她可能覺得 誰比較沒有用 或者沒有能力 也不是這樣的 如果她比較沒有能力 她可以寫的 遺囑有遺言 她可能會寫了 我覺得 五妹就沒有這麼有本事 所以我要照顧她多些 你們不要介意 所以我多分錢給她 這件事她不會生氣 很難說的 OK 其實可能是大哥或者二哥 有沒有搞錯 我有能力 這個為什麼不分多些給我 這樣又爭就爭 通常會有能力再分多些 會不會很不合邏輯 他自己分 平分 平分 那當然大家都 大家大歡喜 薛家燕走出來跳十字步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 但是總有人 你問我歷年來 我看了這麼多的遺囑 有些是會令到人幾乎震撼的 OK 甚至有一些家族 子女全部一毛錢都沒有 寧願分給寵物都不分給 寧願分給一些外人 又或者那些工人 全球最震撼的那個 後來打官司 打官司就說什麼呢 你方不是他老的時候 和他有路嗎 通常在看護那裡 很可憐 他因為把整副身家給了看護 其實那些子女就覺得 你一定是 和看護有路 但是你知不知看護說了一段 他出來做了一個訪問 他說因為我眼見這十幾年我照顧他 其實你的子女 其實有多少是真心關心他 經常來問到我 他還行不行啊 這樣 永遠都還要問他行不行啊 因為私家空安戶 就是24小時陪著他 你多少人來探他 你沒有探他 說什麼他全部知道 他全部知道的 是啊 他到尾他就是一個叫做大反擊 就是大反擊就是我一毫子都不留給你們 所有人 沒錯 我給了看護 因為他直接在那個圍捉寫 這十年來我病的十年裏面 其實你們有多少人 真真正正關心我 到真的關心我 那個只是打工那個 人家沒有需要這樣照顧我 人家是一份工作 但是他虛寒問亂 所有事情 你們走了之後我哭 他又在跟我開解他 所以到最後他只是唸了一句說話 他是最值得拿到我遺產的人 是 有個個案是有趣的 給了一個鄰居 是啊 給了一個鄰居 甚至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就會問 當然我明白的 我看了他的訪問我明白的 OK 因為後期他做了一個電視台的獨家訪問 因為就是有一個巨星死了之後 就將一些東西分了給自己的設計師 而他媽媽很不高興 就是他媽媽很不高興 又打官司又行 他沒有打官司 但是因為已經陳埃樂定了 沒有得打官司 他另外那些就放入基金 總而言之你每個月拿幾萬元就可以了 總而言之就是這樣 OK 另外那些名貴一點的東西 珠寶所有的東西 都給了一個設計師 那設計師可能是對他 比家人的老婆更好 你未必知道我講了誰 所以如果知道這件事的人 就知道他後期這個巨星的家人 就不停去打官司 是啊 不停去打官司 經理人又告一下 是啊 是啊 每個人都告一下 這樣 所以你不明白一件事就是 那個人 他在這一生裡 他自己才知道 在一個內心世界才知道 誰是 在我人生來的這個歷程裡面 真真正對我 我會對你很好的 一百年之後我會推你出去曬太陽 去不去就回來 這件事 很賤啊 我有一天告訴你 我有個朋友 我想說給你猜誰 我最近有些事想約你吃飯 吃什麼 我很忙啊 在開工啊 拍戲啊 丸仔不用猜 不是 你先聽著 我很忙啊 在每晚通宵啊 然後她說 不是啦 我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事 要告訴你 然後她說 什麼啊 你是不是寫為粥啊 你是不是寫為粥啊 你應該寫為粥 我來了 我說 那除了寫為粥呢 不是就不來了 這樣 怎麼這麼直接啊 吳家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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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像是他的款 很直接啊 那我說我寫為粥 你也要來簽個名 不用啊 我找個律師來 我記得了 現實 好棒 好棒 這些朋友好 起碼你知道啊 是不是 不用猜猜一下 她說 是就趕快吧 你的命應該放不長的了 快點簽就這樣 好賤的 我約她吃飯而已 所以為什麼她初一15 就揍你就是這樣 是啊 她初一打來嘛 我一聽到 死呀死呀 聽不聽她的電話呢 我聽不聽她的電話呢 喂喂喂 恭喜發財 今天是初一了 把嘴巴好些 她第二個就說 死八佳 我就是初一了 打來問你死了沒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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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好人 不要等初二啊 哈哈哈哈 可不可以先把初心尺口 好笑的 所以你問我 在人生裏面一個歷程 就是整個歷程裏面 誰對你好 就是誰就是什麼呢 其實你 那個人到尾 你死的時候 就是你是會知道的 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是怎麼會不知道呢 都走了 還有走了 也都不需要再看你們面子 就是她可以說最真實的說話 是啊 寫完了 當初不說怕你拔我喉 是啊 現在可以說了 是啊 可以說了 但是 你知道全球有一件事嗎 就是 遺囑 會令到家人裏面 是會破裂的 嗯 因為你有遺囑 通常有錢 錢就會令人破裂 是啊 破裂 也都會令到外間有任何的揣測 就是說 原來她對她一直 就是 你梁姑婆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現在是 我第一次聽到這種新聞 就是可能你當我認識少 原來我真的第一次聽到 遺囑寫了之後 就是現在這個人死了 就是全球都知道他死了 那原來呢 他們可以申請一件事 一向都有的 就是90年後 都不公佈給公眾聽 他的遺囑的內容 為什麼要公佈給公眾聽的 我不明白 不明白 但是遺囑不是我們私人的東西 為什麼要公佈給人 就是除非我是 可能證券人 就是政府的人 或者是 你再猜 這單新聞我第一次聽的 歷年來第一次 人生都要來學習啊 很多村民都要聽 就是原來這個世界有這樣的東西 他是90年後 就是由他走了那一天 90年之後 都不公佈給任何人聽 不是 不向公眾交代 黃室成員那些嗎 是啊 你要向公眾交代 哦 是因為他的遺產有 90年後 是啊 90年後才可以公佈 那些爭議都沒有了 要蜜蜂90年都不記得一個人 90年後 是誰來的 奶垂 奶垂 最喜歡問奶垂 最喜歡問奶垂 90年後 90年後 都沒有人有興趣 是啊 他就是因為不想你有興趣 所以他才封90年 你知道嗎 可以申請不公佈嗎 現在才知道 不是法庭裏面也有的 如果你說一件事 你一定知道 其實全球不是不可能的 你看到當年 有件跟娛樂圈 賣淫事件有關 ABC小姐 ABC小姐 對方就是申請了法庭 不能公佈他的名字 那這個也正常 申請的是被害者 申請就是 我是一個公眾人物 這個是我的私隱 我就申請 不能向外公開 就是一個原告 所以就會有ABC小姐 X先生 Y小姐 Z先生 歷年來有很多這些新聞 你說得了那些字 你還很記得是誰 我記得 但是你是不可以 最厲害 最轟動 最轟動 最轟動的一宗新聞 就是 爭子案 爭子 爭男朋友 不是 爭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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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轟動的 這都是轟動到 我想是全香港很多人 茶餘飯後的一個新聞 來的 那 兩夫妻結婚 兩夫妻結婚 生了小孩子 生了小孩子 那當時的男人就說 要拿兒子的撫養權 嗯 因為兩個人分開了 兩個人爭撫養權 就是一對父母 爭小孩子的撫養權 是很容易爭的東西 是啊 你想法庭就行 對 那當時是轟動了全香港 我想是歷年來 香港最轟動的新聞 這個女事主 我申請法庭 給我在這個 我要請出這個 小孩子的真正老爸出來 哈哈哈哈 呼迴路轉啊 你爭什麼 你爭什麼 都不是你 現在DNA 證明啊 我們都分開了 我不怕給你知道 對不對 不是 就是在屏風後面 是一路全部的人 進去所有的法庭想看 因為這件事很轟動 是 申請 因為那個 屏風後面那個 是當紅藍的人 嗯 那個就是真爸爸 那個就是真爸爸 嗯 嗯 OK 但是屏風外面那兩個 是不是都是藝人 是 我的天 哈哈 我想告訴你 你不要以為 兒子是你 才行 爭來幹什麼 我們有請 證人 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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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大人 我申請就是 叫做 屏風後座工 然後就是屏風後座工 知道 解決就算了 要擺上庭 不是 那你真的要擺上庭 他可能是不是已經擺上庭 所以他沒得退了 不是 不是 這件事是風雷路轉到尾 因為原本是男人贏的 嗯 他出殺手間 我想告訴你 不是你的 嗯 那就沒有 他原本都不想 令到那個小孩子太難堪 嗯 就是 所以就 所以沒有私下解決 不是 不是 私下解決不了 放上法庭 又看到男人開始贏了 沒辦法了 我就要唯有出殺手間 不是 我意思是私下解決 就是說你直接跟你前夫說 這個小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 你就不用擺上庭 我想他一直是去到屏風那一刻 那個男人才知道 是啊 如果不是爭你幹什麼 如果私下解決 給你 不要 是啊 我就是這樣了 你不用罵到這麼大的賊文出來 全世界都知道 我寧願私下我告訴你 等你私下情天霹靂 好過在台上 你明白嗎 可能沒有想到那個男人會贏 所以他就走 你已經是 上了庭了 你不能突然之外 法官大人 其實我現在不想爭 你記住 我想那個女人一直都以為自己贏 那就可以不公開這個秘密 但是他去到緊急關 剛才 法官大人 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證人要說出來 天啊 人都瘋了 我真的 我這麼多年 這件是真實事件 我都沒見過有劇集這樣寫 因為大家都知道是誰 沒有沒有沒有 又不是很多人知道 我們這些很八卦就知道 有沒有出過報紙 有沒有出過私人 有有有有 是有有有 轟動 轟動 我不說了再說 人都知道了 很想知道 等於 這件是我從來沒有說過的事 是我自己的 即是你是那個真伯伯 不是 就是我自己 原來所有人都可以申請 尤其是是藝人 OK 就是我只是說這件事 我不說來龍去脈 某年某月某日 就是 因為我有一宗很大宗的證人案 就是我自己是證人 OK 那我就要去認人 OK 你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去認人 看戲看得多 有些三四五這樣站在那裏 那你在窗後面那裏 那裏 是在一個叫單反光的玻璃窗裡認人的 是 OK 你知道你認人的程序是怎樣的 不知道 不如我講一次 這次既然是這樣 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學會 就是這樣 前面的玻璃就是我看到他 他看不到我是誰 OK 就是這樣就認人 他就會說 有人在旁邊的 那個警官在旁邊的 你現在細心看一下是不是一號 你可以要求一號向前的玻璃走 直到轉身一直給你看 OK 但是他看不到你的 如果我只認到他拿了一個字 那怎麼辦 你又可以要求的 嗯 因為在公平認人之際 他就算抓了一個人 抓了一個人 又或者是怎樣 他怎樣都要招 他怎樣都要招 比如五個 是跟他差不多年紀 差不多高度的 嗯 這個是對那個反是公道的 在這個認人裏面 是 就是明明韓君廷就是那個 就是兇手了 那他就要請另外五個老林 跟韓君廷差不多年紀 差不多所有事情 你去認 你一認到他就是他 那就是 一會兒打劫你那個是金毛 然後四個黑頭髮 一個金毛 但是誰知道 原來金毛的染花黑頭髮 不是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是公道的 但是由於這個過程裏面 那我入隊我才知道的 就是我認人的過程裏面 因為其實 當年一周刊社那些是全部是假的 就是他們 他們都不在現場 他怎知道 但是就是 你問我 他們又說到什麼 認人那時候 好像有了人 不是 我說我 我是親身那個 你那個版本 如果你沒試過 你怎知道 你都沒有進去認人 我那個版本 是我自己在裏面的 OK 好了 發覺 我入隊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咦 原來我要隔著玻璃 要說話 但是你說話 那邊聽不聽到 聽到 錄音的 OK 在認人的過程裏面 兩邊都有閉路電視的 哦 就是很公道 很公道 但是他不就認到你的聲音 你都突然想到 是嗎 是 你都突然想到這件事 是 我就跟警官說 出去先 那我說 警官 其實全香港 全世界 有些人認得我的聲音 其實我說 麻煩你一號 麻煩你轉個彎 其實你覺得 對方知不知道 就算連那些 不是犯 都知道那個是我 不是梁思浩叫我走出來 就是你叫郭文輝 我聲音很容易認的 誰人都認得到 是 我逛逛街市 突然間 嬸嬸在聽你的show 是啊 你也認得到 是啊 人家經過 聽著你都知道 在看著我 是啊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我沒有辦法可以保證到 我的人身安全 是啊 你門口出不了 立刻拿麻煩袋 套你 是啊 這些就不會 周刊會寫的 是啊 那我就開始即時 那個警官 那我幫你申請 另一件事 申請叫做 無聲應人法 沒有什麼可的 是 是 他說香港你都是 我想石果緊泉 是要無聲應人法 嗯 他找個玻璃 都是不想對方認到你 是啊 但是我說 你看不到我的樣子 認到我的聲音 你豈不是有用嗎 是啊 那我就申請了 無聲應人法 嗯 是另一套東西 是的 那他就關了那個聲音 就不讓他聽到 你就可以安全地去認了 叫無聲應人法 有手續的 我們也要學一套東西 怎樣打手勢 告訴他 聽誰誰不是誰 就是像學潛水那樣 下了潛水那樣 OK OK 但是錄影了 也都不可以是 警方或者警官去屈 那個是多好的 因為不可以沒有監管的情況下 這是證據 是啊 這個是上庭的證據 所以我就要學了這個叫 無聲應人法應人 嗯 OK 學了一些手勢 但是我想問一下 那你認的時候 那個警官可不可以 就是他 他講話的 但是他講話 是不是某一些方式 就是他簡簡單單 就是他不可以 就是給你信號 不會啊 不會 不過你的所有答案就是 就是他當 他應該這樣說 他當我是龍崖人士 這樣做 嗯 龍崖人士都有機會 要去認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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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學了要 就是用龍崖人士的方法 去認人 他都要我上了一課 是啊 這個就是 在裡面 我從來沒有講過給別人聽的 就是一件事情 嗯 那就是 我經常都說 但是聽我做節目怎麼這麼精彩 我人生根本就很精彩 隨便我一回答給你們聽 你們都很久了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又沒有空講什麼 龍崖 這個的無聲應人法 那個什麼 是不是 我找一天再講 講到這些 那就是 他要保障我的私人 是 他都因為我是一個公眾人物 所以他可以向 就是 警方申請所有的東西 而去保障我人生安全 嗯 但是那個程序要多久 就是你立刻申請 即是即日都做得回認人 這件事 半個小時 哦 那OK 不用將來再去 不不不不 因為他們都來了 你知不知道 要付錢的嘛 就是那些的 嗯 就是 其實他們 譬如這樣 譬如他們 假設 假設的不是真的 假設 他們拘捕了五個人 那我要整天 要認人認五次 五次 重要的是 那些老林是不一樣的 嗯 就是 譬如A 這個犯人 B犯人 就有另外五個 B犯人 就有另外五個 C犯人 有另外五個 那整個部份 裏面就是這樣 嗯 OK 就是每次都混亂 讓你不要認定一個人 還有 就是 整個方法裏面 就是 可能我人生裏面 接觸太多樣東西了 就是 正所謂什麼鬼東西都試過 所以 你問我 就是 我人生好像百科全書 那樣 有什麼關你事呢 你知道曾經有人出 香港有本的 有個出版社 是 是給接近 7位數字我 7位數字我 只是出一本叫做 我是香港唯一一個 什麼 保護的藝人 嗯 是本書來的 受保護的藝人 不知什麼 什麼G4 什麼G4 不知什麼G4 下的藝人 你似乎這本書 就是這樣 就是他想你講一個故事 而你買這個故事出來 就要給7位數字 就是 就是整個過程裡面是怎樣 裡面是怎樣 應營過程是怎樣 接著又去了哪裡 安全屋是怎樣 你身上有多少科技的儀器 放在你身上 他們就是想知道這件事 因為有很多人都很有興趣 因為他們經常聽你說的節目 就聽一段 聽一段 聽一段 他很想有一本書 可以整件事 由頭看到尾 由頭看到尾 甚至我都說了 都不單止是一本書 不單止是一本書 電影都想拍 香港有間電影公司 他直接說 不如你賣了這個故事給我 我說為什麼要賣這個故事給你 不如你自己研究 不如你自己研究 為什麼要賣這個故事給你 這樣 他說不是 你的故事很精彩 他說有史以來 香港開埠第一個要被G4 特工隊保護 保護了一年的一個藝人 多威風 走出去 多多人跟著 神經病 君廷那時跟我做事都有的 很受保護 很厲害 他們有一套系統 譬如我和韓君廷 那時候我正在開工 即是我正在開工 他們首先會進來我的私房 檢查所有的東西之後 安全就進去 而君廷她要進來找我 她要經過門口有些 大漢 G4這樣 問了我的 我說不是 她說韓君廷你就讓她進來 但沒有問過 去到門口 但一天開工 大家都未熟悉那個環境 是是是 走到門口看著 咦 為什麼有兩個大漢在那裡 很冷的 即是你會看新聞是嗎 不是 有知道 你不知道她站在那裡 即是好像兩支 即是她不知道原來這麼嚴格 原來 是的 而且這麼貼身 然後看著 在一個 在一個縫隙裡面 穿槍 穿槍 她就走出來說 這個OK 她就放你進去 你黑暗嗎 那時候那段時間 是啊是啊 而且我正在做現場show 我正在做現場show 他們是 現場觀眾進去之後 他們是把現場觀眾拍照 就是拍照 就是拍照 所以有照 你一出去有些什麼不測 可能就是 混在觀眾裡面 是的 類似是這樣的 即是他們的保護系統 是真的做得不錯的 現在做了一個show 拿著AK出來 我只可以告訴你 我暫時看香港的電視劇 或者香港的電影 都不是寫得太真實 我只可以這麼說 是的 因為我是身歷其中 我有權說 她的真實程度有多少 因為你沒有賣到的故事出來 發生就不知道了 是啊 是啊 可能有些人說 不是啊 我們想要這樣真人真事改編 這樣 她就會好賣的 因為你實在知道太多了 我真的沒有興趣買這個故事 是啊 你沒有興趣買的原因是 嗯 我人生經歷這麼多 都不知道賣哪一架 想留一點點私印給自己 是啊 或者 其實都可以保護自己的 不是 這是一個人生的回憶 這麼多回憶 你都不知道寫哪一架 如果她再寫出來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 你要好像再經過那個 啊 除非這樣 我有想過的 可能去到我一個某個年紀 可能是 八二歲 八十歲 那樣 那我要寫回憶 就是把我從入行的回憶錄寫一次 但是我怕你到時候不記得 哈哈 還有很多集 要開始寫的 只要記得洗米華那一段 因為通常人說人越大 只要記得以前的東西 那可能把你們忘記了 寫不下來 很近 哈哈 我們把我們的樣子 放在你的眼睛片裡 對 你們覺得 那村長 你開始寫了 現在要開始寫了 我們現在先寫了 知道嗎 寫完之後 封到圍竹那裡就可以了 是啊 好了 最後賺的錢 又可以捐出去給人做善事 多好啊 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多好啊 把那些版稅全部捐出去做善事 是啊 那他們不停都有收入 是啊 是 繼續區區有飯吃 哈哈 死了都繼續區區有飯吃 長做長有 我想都是唯一 全球一個藝人 死了都還區區有飯吃 是啊 都還拿了一個Banner出來 哈哈 何小肥依然幫你拉回來 繼續區區有飯吃 繼續去到各個區派飯 沒錯 是啊 多好啊 是啊 都不錯 是啊 那究竟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呢 死了之後的遺囑要被封存90年了 就是跟私隱有關 一會兒回來 大家一齊齊聽聽聽 這一單都是我人生裏面 聽到最奇的一單 就是國際新聞 原來有人的遺囑是可以封存90年了 就是因為他不想大家不開心 所以就要封存了 那就是說他們的遺囑是會有令到人不開心 那究竟有什麼事呢 待會兒回來告訴大家 好了好了 歡迎大家繼續支持你 這個早上是十點鐘開始的 這個大家早上 我常常說人生 總有不同的經歷 總有一個能量 就是開心地生活 開心地去享受自己 每一天的這個 就是給你這個東西 是啊 另外 厚板 當然 我還不死之前 還可以更加otch uti Gigi 多謝Gigi Gigi 多謝Gigi Gigi 多謝你 不用我死了 你們都要支持 Gigi說什麼? 寧願快樂 地球上剛剛上個星期四 裁定了一宗法庭新聞 裁定了一宗法庭新聞 裁定了這一個人的遺囑 受益的人 已經聽到遺囑的內容 所有人已經聽到 但是在英國 倫敦高等法院 星期四正式裁定了 什麼原因 所以這份遺囑 將要保存蜜蜂 90年 就是為了保護英女王 伊莉莎白二世 那誰的遺囑 就是她的死鬼老公 已故菲利普親王 的遺囑將要保存 90年 不能向外公開 唯一的原因 就是菲利普親王 和英女王 結婚超過70年 今年的4月9日 離世 中年99歲 英國傳媒 為什麼不可以 將他的遺囑公開呢 有權 有權 有權是菲利普親王 原來 他有一份是給了某一個女人 另外有一份是給了某一個女人 那些人會找 無端端給那個女人 三不識七 那你就會知道很多事情 原來這麼多年以來 三、四是他們 如果哈利王子和威廉 自彈一個覺得那份遺囑 我不信是假的 我覺得告上法庭 那需要不需要公開呢 那也可以叫做閉門審訊 你有沒有聽過香港有閉門審訊 有有有 小一點幫我 有 申請 我剛才不是說了 你可以每一件事 因為你是一個工作人物 你可以申請 就是閉門審訊 要不然我也不會把那件 連累 其實兒子不是他的這件事 就是閉門審訊 為什麼會轟動 就是因為那些庭警說出來 原來那個後面屏覆的那個是 是偽人 哇 這樣吧 哇 這樣吧 這樣吧 哇 不是這麽大件事 是吧 很難啊 喝杯水 定一下經 這樣吧 不是啊 法庭裏面也沒有人 嗯 他是可以申請閉門審訊 嗯 就是等於這次 一樣的 就算哈利申請也可以 不如個個都可以申請 大家很想知道 是不是兩兄弟分個 差天共地 那個財產 兩個是孫來 就不應該不會 孫來 孫而已 就不會太過 還有他很多個孫的 是 一大堆 那些名字都不記得一次了 是 差不多成大 真的 他孫都有一大 孫阿塞 這樣 因為我們認識就是哈利和威廉 是 他也都未必特別疼哈利和威廉 嗯 有十二三個 或者他疼那個根本你不懂 剛才你說的都好笑 都要分了給兩個大家不懂的女人 不懂的 對了 你估計到那些的人 有得分就能猜到 嗯 又隨便有兩個不懂的女人 有兩個鬥釘小孩子 那你害不害怕 哈哈 咦哪裏殺出來的 這兩個 通常那些大人什麼的寧堂 總有一兩個在外面 是爸爸的 哈哈 就等於近來 有個名人細細的 我覺得這次我想 你知道我人很公道的 就是 傳媒做得好的事 我就會讚傳媒 傳媒做得差的我就會罵傳媒 你知不知道寧堂一定要出現的 嗯 就是所有的家屬要出現的 是 那一次我們覺得 那班傳媒是 就是 那個做法 是那一次的 是很有良心的 嗯 沒有拍過樣子出來 其中 其實大家如果有看新聞都知道的 就是如果有看 他出閉的新聞就知道了 多了一個兒子 多了一個 是啊 是啊 就是 有個叫神秘的 拉仔 不是 神秘的兒子 不是拉的 他不是拉的 神秘的兒子 OK 那後期 其中一個太太就說 就是 你們傳媒可不可以做好心 我們想保護他 嗯 所以 可不可以大家不要拍他相 第二 可不可以 盡量低調呢 你們看一下那個小孩這樣 是不是應該都 留守一下呢 這樣 所有傳媒是沒有人登過照照的 是 OK 就是這一次我是讚的 真心讚的 因為 你無謂傷害那個小孩 就是你無謂那個小孩 如果別人給得你見的 就已經給了 你文字上寫就算了 不給得你見的 就是總有不給得你見的原因 對不對 就是那次我是覺得 整班的香港的傳媒 真的有些良心了 因為你無謂傷害那個小孩 是啊 但是有時候可以很恐怖的 我試過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可以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呢 就是人家跳樓 下來都扁了又爛了 這樣 他對鏡頭拍完之後 還要燈頭版 哦 是啊 所以 不是 我就說傳媒良心 有些人就說 那我那次都什麼的 傳媒怕得罪了他們家人 嗯 那有些勢力又真的不同 你試一下他們不是那麼厲害的 可不可以一句說話 你們盡量不要登日制 大家都不行 當然不會 好公道的 可能真的因為他是那麼厲害 所以他也不想得罪你 所以大家 喂 所有傳媒都有傳媒老闆 可能那些傳媒老闆 根本是和他的朋友 是啊 對不對 就是這樣公道一點 嗯 如果你平時那些沒有關係 那些 沒有關係沒有底細的 你不要拍啊 你這個姿勢 他已經是一個導演 拍了啦 是啊 所以 明白的 大家都明白的 所以 凡事 我很喜歡站在中間看那件新聞 我就覺得我自己 看得多些東西 你站在中間看新聞就好 這次 剛剛裁定了 就是禮拜四 裁定了 法庭裁定了 將這個就是 已故的菲利普親王的遺囑 封傳90年 嗯 又吃少兩包花生 封傳90年 現在而已 不是啊 你不知道他會不會全部封傳 如果有兒子出來 不是啊 我現在要檢查 我要和那個遺囑要打官司 剛才不是說了閉門 閉門 都是封傳的 是啊 都是封傳的嘛 是啊 就是 你就算怎樣打官司 都是封傳的 嗯 因為法庭已經裁定了 封傳嘛 OK 我也對 是啊 因為你法庭裁定了 封傳的話 或者任何人去透露那個的 遺囑內容呢 都已經觸犯了法例了 嗯 就是等於當年 你猜那些ABC小姐 那些雜誌不想登嗎 一登你就 就叫藐視法庭 就要拘捕了嘛 嗯 所以全部都 但是你說他用了那個招很厲害 那招更厲害 那招更厲害 那招真是很厲害 學到東西 我真的告訴你ABC小姐 你沒有看嗎 後來後期亞洲電視 拍了一個特輯 專程說這件事 黃瞻做的 哎呀 我想說亞洲是有誠意的 他的東西 嗯 可能你們未必有看這個的 叫做什麼名字這個節目 黃瞻出來第一句 哈 人是八卦的 當然是想知道哪個ABC小姐 那些這樣的 好juicy 好juicy的 他說 然後整個 完了 黃瞻就說 整個 整個案完了 要知道ABC小姐是用什麼 呢 那幾個ABC小姐都不紅的 無緣無緣無故 這個雜誌說 約她拍封面 就放了她的家居相 封面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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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她說那個A小姐做了四期封面 B小姐做了三期 那大家都知道了 她說那段時間 後來黃之鋒還最好笑 你說有得有失的 到現在大家都猜到哪個ABC小姐 當年A電影公司就聰明了 B電影公司就聰明了 她們起碼虧了個身體 後期都拍了幾部電影做女主角 都有回報 我有看那個節目 我覺得很棒 因為占叔說那個又不行 第二個那個就不同了 然後她就說 不過我這麼聰明 我都想不到誰是D小姐 其實最聰明的是D小姐 因為她不接受任何訪問 不是 她說當時是這樣的 炒到全城業 她說ABC小姐 她說A賣淫 就是怎樣賣多少錢 B賣淫多少錢 她突然之間 那些雜誌就說 約那些女明星 你在做這一行的 你做訪問 很正常 你進去電視台做訪問 是啊 不是很難的 或者你拍攝寵物 你又沒有理由 你又不上鏡 你做這一行 那時候 這樣靠指門 不是的 總之他們是這樣的 訪問你幾句 無端的 那幾句 變為封面 就說 她接下來 在拍什麼戲 誰想知道你 什麼戲 根本那些人 放你上台 本本雜誌都是她 還不是她是A小姐 天啊 他們那些ABC 是不是以個姓氏來改的 不是 不是 她已經說過 沒有關聯的 沒有關聯的 是沒有關聯的 就是排到什麼 就是好像1 2 3 4 是啊 就是就是這樣 X先生 他X先生不是姓X的 可能他是叫做 李小明 可能他會寫L先生 我意思是假的 不是 不是 我知道當年的法庭新聞 X先生 我知道他是誰 是啊 他都不是姓X的 所以 不是 雜誌可能 就拿這個姓做你的 什麼 但是法庭不會 那就抽 順次序 就抽 是啊 因為那些娛樂版很流行的 L女性 L就是英文 其中一個名字 是的 因為他們不需要保護那個證人 因為他不是什麼 他是藝人 他不是 他要賣報紙 他寧願你知道 他要賣報紙 好了 這次呢 就是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 根據法庭的根據 他說 按照 原來這個 這個 已經有一個世紀了 黃室最高級的成員 世世 有機會 可以向 英國最高 黃室的 皇家法院 裏面 申請 這個 就叫做 保密的遺囑 可以申請的 嗯 當然可以不申請 但是你可以申請 但是 遺囑 一般來說 如果一申請了之後 任何的街外人 又或者公眾都不能檢閱 什麼時候要檢閱呢 可以呢 就是90年後可以開了 就等於那些X file 嗯 就是50年後公開了 50年後你都沒有興趣 都沒有興趣 我陪我馬上在腦裡飄 X file 所以呢 就怎樣呢 在這個憲法當中 在這個英國的憲法裏面 是要有君主的憲法地位 還有呢 用什麼去申請呢 不是因為菲利普親王有資格申請 嗯 你知道嗎 不是因為他可以申請 是因為英女王可以申請 是嗎 一定是要這件事 是對英女王有影響 就是對君主有影響就可以申請 是 如果不是全城風雨 真的搞得 不是 就是等於他們皇室成員 都有些機會是 英女王都有機會是 阿妹死阿 阿姨媽死的 是吧 英女王都有親戚的 有有有有 他還有個妹的 就是他都有大姨媽的 是 應該沒死的 不是死了 死了大姨媽 他的妹妹沒有 他的妹妹和女兒在 是他妹妹和女兒 但是英女王的大姨媽死了 幾十年都死了 死了幾十年了 死了幾十年了 應該很老的了 百多了 坐著輪椅推出來 不是個個皇室成員 都可以申請這個叫 封傳檔案的 不是 不是 是要 這件事會影響到君主 嗯 即是他們用君主 他們不用英女王這個 這個 term 君主即是在位國王 嗯 會影響到呢 就可以申請了 嗯 明白 那就是那個圍捕 有影響了 現在 不是喔 過往原來有幾次喔 有幾次有人申請過 都有申請 是啊 鬧氣 戴安娜那些有沒有申請 戴安娜沒有資格申請的 戴安娜已經 她已經是一個被皇室 離了婚了 離了婚了 還有她那個很分明 你都知道哈里有多少錢 威廉有多少錢 那個就反而不是圍捕 因為她沒有寫定遺囑死的嘛 她是突然間意外的嘛 所以她不會有遺囑的 還有她都是按照 英國法律這樣去 依法律來分 她就依法律 好像不知評分那樣 對 她應該是按照依法律來分的 她就 就是她 我就知道哈里現在那間屋 是用媽媽的錢來買的 是啊是啊 她按照這個法例來分 原來根據這個 英國的這個叫做君主制憲裡面 原來所有的人 你的遺囑會影響到君主 接著就會 可以密封九十年的 也可以這樣的 英女王也可以 即是在位君主 現在就是英女王 在位君主 有機會解封的 即是下一個 不是英女王 即是如果英女王走了 英女王 現在就會鬥長命 查理斯 查理斯 查理斯上任了 查理斯可以說 解封 我也是不封了 現在解封她 是啊 可以解封的 即是可以解封的 還有可以交給公眾 大家看都可以的 但一定要君主 難怪英女王不想 查理斯上任 好了 OK 她說原來 一路保存多久呢 保存九十年的 過往原來都有很多的 即是 一些的 皇室的 即是 高地位的人 是在保存著的 甚至 她再讀 她說 過往保存 就是最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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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在這個方法那個 就是英女王的祖母 Grandma OK 很出名的 拍過電影的 瑪麗王后 嗯 即是你看到 什麼瑪麗王后號 就是這個 OK 另外 還有一個 都是用了這個 保存她的遺囑 因為她的遺囑會影響到 就是很多人的看法的 就是瑪麗王后的弟弟 就是 也都有電影寫過的 就是 法蘭西王子 嗯 我想她 應該是 會有一些 很亂的 就是很亂的事情 應該呢 另外 就是 英女王的 媽媽 嗯 伊莉莎白 伊莉莎白王太后 也都保存著 另外 就是 她的妹妹 妹妹的遺囑也要保存 就是 瑪嘉烈公主 嗯 瑪嘉烈公主死了之後 她的遺囑也是保存的 嗯 因為會影響到 大家對 英女王怎麼看 是 所以其實她都是選擇 一直這樣保存下去 因為 免得人家這麼多 這麼多事情想 有些不是的 有些 你們沒有興趣的那些 沒有人申請去看 是 看人家 啊 哈哈 哈哈 不夠juicy的東西 誰想看 對 OK 這次原來 正式 剛剛星期四 法庭已經裁定了 英女王的丈夫 的遺囑 要永久保存 這個 就是90年 如果有興趣看 90年之後才可以看得到 因為 用了一個什麼呢 就是 她的遺囑會影響 皇室成穴 這個 對大家的感覺 還有這個是皇室成員的私隱 所以將這個遺囑 封存90年 來源來自英國的法庭 星期四的報道 嘩 我就想說 今天有一則新聞 就是跟這個 伊利莎白太來 或者 我們的皇室 所有的人都有關 名人死 就零食多人 就是關注的 那麼 我又今早看了 另一則新聞 跟生死都有些關係的 那 是日本的 我給你們猜 OK 我怎樣給你們猜 會好些 OK 日本人長壽 大家都知道 是 一般都 一百零一 香港都不約 香港呢 就是男女長壽 現在都是全球第一 嗯 但是他們的比率 OK 比率呢 都還是 日本那個比例多些 嗯 就是平均比例多些 我們計算這樣 是 那麼 他們剛剛做了一個公佈 他們現在 哇 對於日本人來說 糟了 怎麼辦呢 這件事 假設 因為呢 剛剛呢 就是 今天啦 20號 在日本呢 是節日來的 今天是節日來的 咦 什麼節 今天是什麼節 今天是 叫做 專敬李斯培節 和專敬韓君廷節 即是女人 女士節 敬老節 一開 我先敬你 兩屎好天 起馬 起馬 開 所以 Benny今天 特意做了一個鳥居 和富士山給你們 他知道你們今天 要尊敬你們兩個 Benny剛才幫我磨定 我都現在可以用了 Benny一早已經 安排了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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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的打仗後出生率有關 因為當年一個的原子彈 就令到他們很多人失去了 所以他們大量去泵一些小朋友出來 就變成現在這班人就老了 都是這樣計算的 你覺得65歲以上的人口 他們令到一公佈之後 震撼了全個日本 震撼過這個新冠肺炎的 什麼? 震撼過 這麼厲害? 震撼了他們全部人口的30% Oh my God 全世界最高 之後就大件事了 全世界最高 他們將會越來越嚴重 是啊 第一 因為第一 日本人不生小孩 慢慢退上去之後 他們會佔為50 現在30 然後40、50 你如果在一個國家 原來一半人口都是老人家 你怕不怕? 劉企 他們害怕的 現在日本人害怕的 真心害怕的 但他現在害怕就好 那他首先會走第一步 去容納這班人 以及想新的東西給他們 去繼續生活 沒得容納 他一定要在這裡 是啊 但他也可能要有些事情做 他也有新的生活 不是 不是 是不停要生新的小孩出來 去拌淡了那些的比例 如果他不生小孩 那些的人口老化 就是佔了30% 40% 一直這樣下去 因為一直這樣計 很麻煩的 再計一件事 前陣子也不是讚過的 有個叫什麼長命 百二歲的節目 OK 你覺得他們現在 這個是可悲的 大家全世界想一下 大家都想一下 多少歲退休 而他又再要活多幾年 OK 一般來說60歲退休 OK 一般來說60歲退休 平均現在香港也是 60歲退休 但是原來你之後還有60年 所以我上次不是說糟糕了 是 因為不是每個經濟都可以容許了 你退休之後那60年 你還是過一個 跟你之前那個質素一樣的生活 但是你又未死得 那怎麼樣 就是一定要拿政府的資源 來過你的生活 是啊 所以我覺得很慘 是啊 醫療呢 因為你的人越大的話 你需要用在醫療的費用 就越來越低 對啊 這些最震撼的一件事是什麼 我其實沒有留意到 我看了這宗新聞 是啊 原來我一直都沒有留意 我每年都去日本兩次的 我一直都沒有留意 是他公佈數字 我才說 是啊 為什麼我一直都不留意 OK 你知不知道他們 日本人 譬如平均 當是60歲就退休 就要離開他原本的工作 嗯 那他又要繼續生活 他們做什麼 你明不明白我的問題 問題就是 他原本是在做 譬如假設 你看到很多日劇 是否回辦公室 什麼 是 他做秘書的 60歲 退休了 他做可行公司的 要退休了 做百貨公司 退休了 因為有些職業 你是有年齡限制的 比如你是一個警察 不是坐辦公室 退休了 是啊 你的體能是不到你60歲 都還說可以出去走避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日本 原來我發覺 咦我一直都沒有留意 我看了這則新聞 我真的 是啊 你有沒有看過你去百貨公司 你買東西 見到那些阿公阿婆 招呼你 很少啊 我去那時候 我見到那些年輕女 是 當然 尤其是在門口那些 他們見人那些 就是年輕 他們就會移你後面 你到年紀 退休就走了 他會負責在後面包裝那些 不會 原來你們沒有留意到 原來日本有一個職業 65歲以上 私人才去做 年輕人做的 歡迎光臨那些 不是 其中我們是面對到的 65歲 開車很年輕 很漂亮的 什麼呢 的士司機 全部轉組 嘩很危險 日本也是啊 原來的士司機 是一個自己退休之後 唯一可以的出路 我通常打針都是叔叔 是啊 婆婆我就很少見 有婆婆 婆婆就去了街市買東西了 他說 哦 叔叔就開的士 婆婆街市買東西 你們有沒有留意到 因為我很喜歡走那些 你們不去 我很少去遊客區的 通常去飛遊客區的 你留意一下 日本那些街市 很多的婆婆是化到很濃 出來買東西的 是啊 每個人都記憶回憶 是啊 是啊 即使捉地那些都是 是啊 捉地市場那些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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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蛋 手絲 都是那個美女 由於當地高齡人士當中 佔了人口30% 嗯 他們唯一能夠 就是可以 已經 叫做已經 已經 就是 已經離開了職場 唯獨是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 加入去 日本的的士組織 然後呢 日本的當地的的士組織的團隊說 他說 我們呢 就是有 26萬 就是全日本有26萬 26萬的的士的從業員 是 比例65歲以上的是五成 是 一半 一半是65歲 哦 一半 那都有事情給他們做 他如果身體可以的話 他又可以駕車 可以啊 可以 每年都去什麼 身體檢查 身體檢查 是啊 還有其實日本也不多 你們有沒有靈教在香港那些 哈哈 你看到他的眼睛又忙 可以手震 但是他還在 搓載著 還有停紅綠燈的時候 就會暈眩睡著 是啊 很恐怖 我都發覺 香港其實都有這個狀 這個狀態 不是 因為唯獨是沒有年齡限制 是 你沒有年齡限制 其實他都要身體檢查 是啊 因為他見你不對路 他都會 拿走你的牌子 就不讓你再開車 不是我明白 這個就是你每年都要做去 好像是不是巴士車長 才需要 的士 需要不需要每年檢查 需要 需要 你譬如駕車人士 他過了某一個稅數 這個交通署都要你每年去檢查 嗯 因為為什麼呢 平時 車開我那個 明天你不發覺 沒有啊 我要去檢查 我們每年都要給他們一個報告 很年輕的 要做的啦 這樣好啊 保障到我們市民 要做測試的 是啊 因為我試過坐了個的士 大哥的時候 咦 龜速 他開三十幾 是啊 但是他合格了 然後看到他 他的樣子應該都人碎 但是他沒有超速 沒有事 不會插牌啊 三十幾 開 是啊 但是我在highway的車子不停過 我會跑步快 你有沒有試過的士叔叔呢 就是因為他有少少黑眼份 說實我真的看著他黑的 他是由三十變到七十變到三十 你不停快點跟他說話啊 是啊 我就回答他 我見不對路 下車啦 我就回答他叫他停 我下車 下車啦 我在highway三十幾 下車啦 真的下一次 下車啦 是啊 我寧願在街上等過第二間 這件事情大家要去探討一下 為什麼今天呢 日本公佈了 就是六十五歲以上呢 就是呢 你想想 他六十五歲 他們平均的年紀八十幾 那些還有二十年 那他們找一份工作 再加上你上次教他們吃的那個 什麼high 哈哈哈哈 陳 鐵騎 鐵騎 是啊 多厲害 我教了你方法的 不是多厲害 就是你那個影像化 是啊 影像化 他們不能吃那個 他們要衛生物 你沒辦法 他除了做的士之外 你沒有其他工種 可以令到他們繼續生活 維持到那個生活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那你繼續都要有生育才行 是啊 如果不是就回到耕田 我見現在社交媒體 很多的婆婆都去生水果啊 還有生菜出來 這樣就做些有機菜 他自己有門手藝 那些骨很漂亮的 他有鋪上去 那些人就懂得去買 還有現在不夠的競爭 因為現在很多 在中國 如果你們有看 新的一個系列 叫做老港的味道 這個的一個documentary 叫做老港的味道 現在很多城市人 因為職場裏面 做到多少歲 覺得不夠人爭 他幾歲呢 你知道有看國內的職場 你如果22歲 去到30歲 你爭不到一個好的位置呢 你就準備被淘汰了 你就準備被淘汰了 因為是這樣的 你只有35歲前的機會 OK 就是你35歲前 你爭不到一個職場裏面 一個很好的位置 那他們就怎樣呢 決定回鄉下耕田 35歲之後 重新自己去振作 另外一個呢 就開始建立自己一個 叫做農村的事業了 嗯 其實現在很多人這樣做 都很好啊 因為他會帶了 他城市人的一些idea 回到農村那裏 那樣東西都會進化了 有很多成功個案 現在那些 很多你們賣的那些牌子 那些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是因爲 他們出來打工 他拿了一些經驗 他拿了一些小小的 這些城市的經驗 你回到鄉下之後 你建立一個系統之後 你成功了 你不是上次 告訴我們有一個故事 就是那些年輕人 回到他們的鄉下之後 告訴你 你不再需要找批發 然後再賣去菜市場 是啊 其實現在是可以那些 直銷的 直銷送到你家 是啊 是啊 然後他就可以有些 什麼美團 什麼東西幫你送 是啊 是啊 又不用多給人吃一股 是啊 而且為什麼他容易 他原本是那個鄉下人 原本是那個鄉下人 長大的 他回去 他那些旁邊的那些嬸嬸 都是他小時候看大的 是啊 他說嬸我現在幫你賣掉它 多少錢 這麼好啊 我不用推出去嗎 不用 你一起割就可以了 他們現在回到頭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以前香港都有的 我知道粉嶺上水有的 我試試看看 叫Benny幫你找一下 叫做公社 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中國的 是 香港都有公社的 不知道 香港都有的 我簡單一點解釋 這件事是怎樣 以前在上水粉嶺 我有塊田 軍庭有塊田 接著我們就割賽 前面有個站 我都說後期有部車 那些什麼 叫做不知什麼車 就最後都退休了 他們就會將那些菜 就擔出去一個公社那裡 在那裡停 有人來收 就說多少錢收多少錢 那這些是找個站去收的 是啊 像不像現在的人 早上收海鮮那些 類似這樣 那些是找個地方收的 大家全部割出來 那哪裡收 那他們就托去一個 類似那些 類似那些 那大家全部托在那裡 那有些車來收 嗯 那每個的 阿嬸就在那裡說 很新鮮的 喜歡收五元 五元 你收不收 收收收收收收 那就賣給他 嗯 那他就載出去外面 對 然後又買十五元一斤 甚至乎 其實現在他們都 勒勒豬他們會 就是組團進去 那就等那些年輕人 weekend 就可以進去 要公共合作社 它有個名字 叫合作社 合作社 合作社的意思就是 即是他們那些婆婆公公 就會把那些菜割完之後 就中間就停留在那裡 等人來收 是 我好像都見過這些畫面 然後那些 黃婆 我那些婆婆跟她說 香港來的 就在那裡 一直在那裡吹水 吹水等人來收 對 就是這樣 然後他們就拿出去 然後就買 那他們不想 他們不想拿出市區 遠啊 對 遠啊 那有些就說 我不喜歡有人來收 那他就擔出去聯和區那裡買 有兩個擔票 兩個洞 對 那有些聯和區 天光區那裡買 他可以收得我的價錢那麼低 我不想 我的東西很漂亮 那他就擔出去買 現在都還有這些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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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兩棵菜心 咦 很有趣 不是 茶果那些 新鮮製都出來 他們又可以買 不是 通常就是怎樣呢 我那裡有的 我那裡有合作社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見過 我介紹過的 我會不會就在你那裡看過 這些黃婆陳詩和張太 我覺得挺公道的 我介紹一間 如果大家入開西貢 西貢 那你知道西貢有間很出名的 甜品堂 我沒有說你 你自己說住哪區 OK 大家如果入開西貢 西貢有間很出名的 就是 甜品堂 滿記 對 滿記隔四個舖位 有一間 沒有裝修的 什麼都沒有的 只是把鐵架放在那裡 只是好像那些賣鐵通那些地方 但不是賣鐵通 車房 OK 這裡是滿記 這邊盡頭是波羅城 所以就是車房 這邊就是S7 那左手邊走 還是右手邊 S7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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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店是很大間的 就搭了鐵架在那裡 鐵架在那裡 鐵架在那裡 那是怎樣呢 你進去買東西 很有趣的 上面有一個標籤寫著的 岩尼藍蟬 什麼都有的 不齊整的 它就貼了一些標籤 這個瓜我賣4元 這個賣6元 這堆菜我就賣4元 全部是附近那些人 那些阿公阿婆 種完之後 就找 你想買多少錢 4元 你自己貼4元 這個想逛逛 很逼的 很逼的 這裡有兩條紅蘿蔔 因為旁邊那個就是菜心 是啊 總而言之 放棉花 放棉花 割到什麼就是什麼 全部有機種植 岩尼藍蟬 對 就拿來超市景的那些 又很漂亮 一包包 這不是還好 我們可以省一些包裝 自己帶個袋去買 沒有包裝 總而言之走到去 你看到什麼就買什麼 也都不會排得很齊整的 總而言之是一塊 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 這一塊是賣瓜的 不是啊 它都不是這麼分的 哦 這一塊是什麼 就是它很亂 我告訴你 它有一張那些長鐵通架 有三層 黃婆 我拿個籃子出去 我今天在我自己的菜 我的菜田裡面 就割了四個黃瓜 就有兩顆 紅蘿蔔 紅蘿蔔 貼了一個籃子 是 那你們看到什麼 那些就說 自己去收拾了 自己去收拾了 收拾了之後就給錢了 好有趣 這個想說的 跟著這個櫃子的東西 賣走了之後 它有籃子的 又是它的名字的 那它就下次來拿東西 旺婆 上次你的那些賣光 但是有兩個賣不到 算了 那多少錢啊 27元 那它就給他27元 好啊 阿婆婆又有門手藝做 挺好啊 它是不是每天都要出城了 出個區 它要出去吹一下水 不是 它們出去喝茶的時候 放下的 在裡面的舊區那裡喝茶 我先抽些東西出去賣 對 然後又下去 艇仔那裡 又說要買兩條椅子 回家 不是啊 我形容這些什麼呢 阿婆格仔店 不是啊 你年輕人就放在格仔店裡賣 她就放在格仔店裡 不過我沒有什麼賣 我不是用胸圍的內褲 我割了什麼就賣什麼 一格格這樣 好可愛 這個就是合作社 嗯 這個可以去逛逛 這個挺有趣的 我真的覺得 日新鮮 像你說的 一定有機 是啊 不知道它現在不一定有機 但是起碼包裝少一些 起碼不會啊 而且它是用心去 而且我們以前呢 因為現在太多遊客知道 我們以前呢 就跟艇買魚的 買到貴了 村長你有沒有覺得啊 現在買到貴了 我們不買的了 我不要買了 我去街市買更便宜 是你們的遊客才去買的 以前在香港小的買的 後來發現 那些魚貴了 因為 過人嘛 過程 過人嘛 是啊 是啊 還有你們又拍了那些YouTube 所有遊客都在圍著那艇 是啊 是啊 我們現在不告訴你 在哪裏 我們現在有力 認那些艇 那些真艇 去到別處了 是啊 我告訴你 是啊 那些真艇就已經 拍了在另一處 那裏就純粹給你們 用來拍照啊 你們那些 城市人進來 拍一下我 這些艇 就是我們下遊艇的時候 那裏那幾個已經是觀光點 觀光點 觀光點 沒有啦 那些都賣不去 觀光點了很久了 反而這一個呢 這一個呢 就是蔡的合作社那些 都還是堅持 就是那些 嬸嬸之後 天亮五點幾 已經放進去的了 婆婆格仔店 我一定要走 婆婆格仔店 OK 真心OK 去找好東西先 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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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不過首先 你們要容許 那些貨品呢 就是岩尼南蠶的 就是岩尼南蠶 就是那些瓜 就有大有小 是啊 那些葉可能 有些蟲吃過 是啊 就是有大有小 可能那些番茄就有 有大有小 就不是你們去超市買的那些 不過就全部是新鮮 他們在那些農地 割了放在那裡賣的 是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剛才 菜聯社 原來叫做 就是那些呢 剛才我講的那些四方艇 那些人拿出去 那些新界那些蔬菜那些 就是產銷合作來的 我叫合作社 是的 我們小時候叫合作社 他說 原來是農民 十六個組織來的 就是 組成 就是他們合作組成的 自己是合作社 叫合作社 合作社 我其實見到你們 如果你們平時有留意 是 大概 在那些新界的地方 就有一個四方 那個艇 沒有冷氣 什麼都沒有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OK 我前陣子看一部電影 是 楊千華在那裡拍戲 我就覺得 啊 聰明女 懂得找這些地方 又是那些五個小孩的校長 那個 五個小孩的校長 不是有一個 廁所旁邊 不是有一個地方 但是那些就是合作社 嗯 你見不見到那個公廁 楊千華 不是照著那個小孩 哭的 那一幕戲 我還記得是什麼 那個小孩說 閃電怪獸吃了 爸爸媽媽媽 那 有一個地方 就是四四方方 什麼都沒有 就是有一個瓦碟頭 只有一個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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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公廁隔離 那那些就叫合作社了 啊 那些日後呢 就是呢 天剛大概是 七點到九點呢 就有人擺出來買的了 嗯 九點後呢 那些地方就沒有人了 熱死辣辣 是啊 沒有人了 夠重要喝茶 沒有人了 那些就是合作社了 那些人托出去買東西 我上次唯獨是 最近見到電影拍的 都已經五個小孩的校長 嗯 新界有很多這些地方 是 一元朗那些還有 上水那些粉靚那些 很多的 很多這些的 上水真的很多 你去火車站啊 聯和區走一走 周地都會見到 因為我上次看 五個小孩的校長 啊好東西啊 啊懂得找這些地方啊 啊什麼什麼 他講他們整班 啊 楊千萬帶著那五個小孩 去柯尿嘛 避雨突然說什麼行雷嘛 接著他們整班就躲在那裏 那裏 那裏就是那些賣菜的地方啊 膠材 膠材 嗯 有人來收菜的地方 啊 我就很喜歡留意這些 我個人的八卦 你又喜歡煮食 這些又新鮮 八卦而已 我純粹我經常都說 又可以幫到婆婆 你還不馬上覆到她 不是我經常說自己八卦而已 香港還有的 有的有的有的 但是現在已經進了舖了 這次日本公佈 由於他們的日本的的士組織 最近公佈就說 由於他們說 65歲 他們已經在日本 大部分已經退休了 他們只有唯一 一個男人唯一的出路 就是去駕駛的士 所以他們的26萬里面的的士司機里面呢 穿了接近五成 即是50% 都是65歲以上的的士伯伯來的了 還要欠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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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問一下這個人口老化的問題 也是全球的問題 那一會兒回來呢 帶大家去看另一邊的新聞 歡迎大家繼續黏著 早上十點鐘開始 多謝所有村民 看到你們的留言 多謝所有的會員 多謝你們送來的禮物 相當開心 你還有課金 還有Joel Tang 多謝你 多謝Joel OK 我不知道你們 如果要選 你們心目中 覺得 從小到大 今天在說一些 遺囑 老人家 所有的事情 你猜我們小時候 你們的爺爺媽媽 或者公公婆婆 他們都有小女兒的時間 他們都有小女兒的時間 他們都年輕過 他們都年輕過 你們覺得他們小時候 玩什麼玩具 劇演 劇演 還有一個木的 菌條繩 那個叫什麼名字 陀螺 陀螺 或者波子 以前沒有波子千田 媽媽就說 會拿小石子扔 OK 我想波子 波子棋也有了很久 就是一盤 那顆星 那個波子棋 我小時候也有玩 波子棋也有了很久 波子棋也有了很久 我想到幾十年了 波子棋都 如果去到我公公婆婆 爺爺媽媽 如果你要買一個 這麼精緻的波子棋 都要在家裡有些錢 還有一個 睡覺會斬眼的洋娃娃 那個是五夜空靈 那個是五夜空靈 葉洋 手腳撕得出來 對啊 我經常扭 通常都會沒有頭 經常捉她的眼睛 我以為她 不知道 我買的那一袋 買給我那一袋 已經是兩隻都一起砍 是啊 我經常捉著她一隻 只是砍另一隻 很變態 我發覺我真的 你還未夠變態 我很記得隔壁屋裡 有個小妹 我到現在都記得她 我想她長大了 應該都走歪路了 是我這款 邪惡那一款 我沒有見過小女孩 是這樣玩洋娃娃的 她是唯獨我 從小到大 我很記得她的 我隔壁屋應該是姓何的 如果你小時候 你認識一個人 是住加勒街四十七號五樓 而電梯口第一家 姓何那家 我現在在說你 是啊 OK 那兩個小女孩 我懷疑她有精神 受到很大的壓力 嗯 為什麼她殘暴娃娃 她媽媽買給她的洋娃娃 她用一條繩子 拋住她在那裡 拼 拼那個洋娃娃 她不知道為什麼 她很有活力 她 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把洋娃抱起 或者當走 她的洋娃永遠是拼的 我終於發現我有同類 對 有同類 要不 為什麼我小時候知道她有問題 她應該有殘暴症 或者她想試一下 看看怎樣 因為我家的房子 是要經過她的房子 我懂得坐升降機 我永遠等升降機的時候 就看到她的房子 OK 很精彩 就看到她在那裡虐待她 要不是 以前不喜歡 以前的人很喜歡 不關門的 不關門的 只是只有鐵閘 你能裝到裡面的 OK 可以看電視 你以前是看到別人家的 然後 我有一次 嚇死我晚上 我經過下去 幫我家人買粥 拿著烤蟹 拖鞋 短褲 肥仔 按鈴 哇 哇 我在喊 她的女兒 把洋娃娃 用那條繩子 拖著 飛了出去門口 被她吊頸 嚇死我 你知道嗎 哇 她已經在訓練自己的 那個黑暗 你明白嗎 她平時用來拖鞋 她現在說 我不想 你一出去門口 就浪了出去門口 我人生第一個 應該是一位族人 同村 我不知道誰這麼不懂 因為 無公仔 我不可以的 是 有時候我會跟我手交換 是 我是喜歡一些模型 鬥爭 那些 然後不知道誰這麼好心 買一隻 寶貝給我 OK 我的寶貝的瘦尾 不夠有 就沒有了 沒有了頭 我看她這樣 會扎邊 就懶著邊 然後我拿了我自己的梳 幫她改變髮型 一寫 掉在後面 我媽媽的頭 有點 然後 很明顯 頭已經變了爆炸頭 我根本就不是玩開這些的人 然後我就看她的鄰居 鄰居 那樣東西 掉了她出去 不要玩另一個 我今天有些泥龍繩子 然後我翹著她 就丟 把她弄上去 龍眼樹上面 就掉頸 是的 我旁邊那個人也是這樣 後來我覺得她嚴重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平時就用一條繩子 扔著頸子 扔出門口 她有兩次 我想她長大了 應該是SM那批 不過她紮得好像腫子 那些手腳 又扔了出去 嘩 好恐怖啊 這家人 那個妝是個妹妹玩的 那個妹妹很小 7歲 但經常都虐待那些公仔 是不是爸爸有時候看完那些電影 她不小心按了來看 是 她學了要練一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說這些洋娃娃 斬眼那些是我們童年 鐵格機械人 你有這些畫那麼像的 沒有 我沒有 沒有這些是有錢人才有得玩 有一個 你記得有個交通片 除了Transformer 是我最喜歡的 還有一個黃金戰士 你記得嗎 黃金戰士我知道 好像一個打貨機 然後她會變成機械人 是 是 是 那個我珍儀總之 我沒有拋出去 黃金戰士 還有我最近看到一部劇集也是 說那些鐵甲機械人上鏈那些 都是小時候的一個回憶 就是這些 你知不知道我想說 我有班同學 就是我們小時候是 不是有錢的家庭 就是不會買到一些很貴的玩具 就是那些是便宜的玩具 他們 我現在有班同學很流行的 但是不便宜的 他們去日本 應該 我原無意外 我怕我記錯了 我叫Benny Borchard 千葉園 是買舊玩具的 千葉園 不是啊 千葉園 有個地方來的 是專賣舊玩具的 他們經常乘地鐵去那裡 我說你去那裡幹什麼 沒有幫我買舊玩具 他們整班就買回自己的童年回憶回來 不便宜的 不便宜的 貴的 他們很厲害 有全部的紙盒 你都看到那個紙盒 有沒有頂爛張台 沒事沒事 張台無事 什麼三日萬能盒 買回世界的無面超人 是貴的 我也買過那個小老婆 是了 但你一定要去日本買 因為他們保持得很好的 是他們保持得很好的 他們那些紙盒 你看到肯定不是剛剛新廠出來的 但他們有紙盒 他們那些包裝是有的 但是你看到年份有黃黃的 那個盒已經黃了 但是他們要買回自己的童年回憶 但我知道很多香港的 有一幫的叫做中產人士 他們經常約在一起去買這些舊玩具 反正去旅行 又可以收拾他們喜歡的貨回來 很有趣的 我買一個小老婆都是1300港幣的 只有這麼小顆 1300港幣的 是啊 我記得有段時間 我經常在日本 遇到某個明星 我經常問 你為什麼來日本 買玩具 他只是去日本買玩具 那你為什麼要去日本買玩具 日本最多這些 我們童年時的玩具 是啊 他什麼款式都有 我哥哥都是在日本那裡買的 他解釋得很好 這個是1983年出的 是的 你記不記得有一套戲 其中 就是什麼 其中有一個主角 就是經常去買玩具 記不記得一套戲叫百分百戀愛 鄭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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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機械人 那個不是小路寶嗎 我忘記了 所以有一個機械人 我記得一套戲 但忘記內容 小路寶是紅色那顆 紅色那顆 好像是小路寶 是的 好像是小路寶 那個也是很多人 經常去找的 可以把小路寶的蓋 揭起 拿出來 嗯 我買它的餘飲 是因為我小時候很癢 但我從來沒有擁有過 所以你就想擁有一次 所以我就買 而且它不押訂 我買那些很小 難道買一比一那些什麼 我哪個家裡不敢買 我就是講回 我們見大部分的中產 回到日本買回這些舊玩具的原因 就是小時候曾經恨過 恨過的意思是窮 沒有買 就是買不到 只可以在廚窗 玻璃窗看 現在大過了 自己有經濟能力 就買回自己的回憶回來 是的 但那些朋友 通常我不知道你的朋友 有沒有經常嫌棄的男朋友 買回來 那些不差 他們在那裡存在 然後不知道以為是貨倉 這樣搭上去 那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不拆 他們說可以買得回錢 可以 A可以買得回錢 B是那個回憶 你都說你摸摸摸摸摸 你才可以進去 其實它有拿出來的 買回來就對上去 看都不看 我知道有些朋友 他就會買兩塊 一個就是要來保存 另一個他就會有空出來 另一個有可能還要買 我有隻棋 我都是這樣 都是在日本那裡賣 這個真的很有趣 這個我想說 這個真的挺特別的 最近在美國 有一個叫做 遊戲博物館 每年都會選出 這個就是 他們美國人心目中的 就是玩具排行榜 就是玩具排行榜 OK 他說從小到大 大家大過了 2021年公佈入圍 你真是想不到 真心想不到 幾十年高居不下 原來玩具是一種童年回憶 Megos Megos沒有粉 Megos沒有被入選 Megos沒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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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 叫做American Girl 就是一個 美國女孩 就是那個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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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每個小時候都會抱着這個公仔 這個還有椰菜娃娃 Cabbage Patch Girls 這個 他們選了這個 就是他們心目中的 其中有一種中國人的玩具入選 中國人的玩具? 是的,中國人的玩具入選 我還未講其他的,講完子公仔、嬰兒的推車玩具 即是假裝有個小孩在裏面 即是自己有個寶寶 自己有個寶寶 即是自己推著就自己生一個寶寶 這些寶寶的照片都入選 這些東西是很久的 小的時候都有 一路走在裏面 好像要的 這些東西都30年了 這些東西都30年了 這個叫做嬰兒推車玩具 30年了 一路走進去會彈一下彈一下 我好像有一個 因為當時學行 讓你找一些可以拿著 因為很有趣 你就追追追追追追 對呀 這樣可以追 OK 其中有一個就是中國人的玩具可以入圍了 在美國人心目中 這個中國人的玩具是超厲害的 每個人都會的 OK 但我想我們中國人都會入圍的 就是麻雀 麻雀算是玩具嗎? 玩具? 他們當遊戲那樣玩 就是大虎翁那樣玩 十五年級以下都是的 即是他們的麻雀 竟然麻雀是入圍了這個十大 另外卓球 他們的小孩是一個回憶 卓球 尤其是他們沒有試過有一個小版BB版的那個 對呀 有的 還有一定有釣魚的那個東西 對呀 釣魚的那個 是嗎? 釣魚的那個 但是很搞很假的 我都不常常都玩幾個鐘了 對呀 OK 另外 你叫Benny給你們看一下這個 我還不懂得說 我還記得麻雀是可以入圍的 另外有一個板 兩個人玩的 就像這塊板一樣 入了一塊紅色 然後你就輪到你了 一個白色 大家就去鬥 這個好玩 玩一晚 這個叫什麼版 不知道是什麼遊戲 因為你要砌的 類似是蘋果棋的東西 是的 這個也能夠入圍 他說是他們的童年回憶 全部人就是在玩這件事 也代表了整個世紀的玩具 一個世紀的玩具 推那個BB車那個厲害 這樣都還沒淘汰 還沒有 現在他們都還在推 這個蘋果版 這個我們永遠出去野餐 或者是露營都會帶出去 因為它輕和好玩 玩得很久 可以玩很久的 就這樣磨時間 大家不想洗碗 每天跟你玩這個遊戲 輸了洗碗 這個也被譽為一個世紀的玩具 一個世紀 一個世紀的玩具 值得這個 值得這個 好 稍後回來我們有娛樂審死館 歡迎大家收聽 大家收聽 最後這個環節就是娛樂審死館 審什麼 審這一單我經常都說 人大過了 人大過了 有時候我們面對的事情多了 願意 願意 將自己心底的說話 應該這樣說 到你去到某個的 generation 又或者自己已經有自己的事業 也有的 回頭一看 都會覺得 你在娛樂圈裏面 有些內疚的事 內疚的意思就是 為何當日我沒有跟別人說對不起 為何自己年少氣性 現在大過了 特別是女人 做了媽媽之後 因為你做了媽媽 不同了 整個人的感覺不同了 你願意跟別人說 不好意思 當年我最近就有一個女明星 跟另一個女明星說對不起 她說不好意思 當日 其實我自己是這樣做 我覺得 好像有點內疚 我到尾其實 可能你不知道 其實我衝了一次 都哭了很久 但我都沒有跟你說 就說回這件事出來 哇 隔了這麼久 她擺了心裡 她擺得很厲害 擺了二十幾年 但可能對方忘記了 我想對方百分百忘記了 有發生過嗎 但她自己很介意 等於記不記得 大家前陣子 我先說 差不多 這件事的情形 拍戲 有時候兩個人 拿著刀刀劍劍 聊聊聊 插中你的眼 或者瞭中了你 其實你明知道她不想的 但是她又弄傷了你 那 那 善後怎樣做 更重要 就是 看她怎樣補救了 你猜受傷那個 她又知道你不是很想的 但是你的處理態度 處理得好不好 嗯 等於記不記得當年 接著 王淑儀說 是啊 她說我擺了心很久的 我擺了心很久的 那些人問她 始終都現在 大過了 年輕人就不說 年輕人就 問她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你和汪明荃 不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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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時候 我就不想那麽多 那麽多事 但是大過了 就把那些心的事 說出來 她就說 當年她們拍了 不知一套叫做什麽 類似是那些古裝片 類似 例如 楚流香 或者那些 書劍恩仇錄 OK 她就說 不小心 汪明荃那把劍 弄傷了我的眼 但她沒有跟我說對不起 我只放在心裏 我知道她沒有心 但是她沒有跟她道歉 但是淑儀姐自己也沒有 就是沒有去叫她道歉 那大家都放在心裏 這件事 但是說對不起 應該 正是反應 但是 阿姐就說 她當時是怎樣 她受了傷 已經有人拼走了 她都不知哪裏跟她說 不好意思 你會馬上說 人未來 你已經說了 不是 我又不明白 就是 當時 就是兩邊 原來這件事 你生氣了我 她說 我那時 我也是小女兒 你也是小女兒 我刺傷你 我都害怕 我害怕到 是不知 給什麽反應 那這個就OK 她說 我見到你有血 我都嚇到 已經呆了 是很害怕的 是 這個理由 我們就大家可以接受 接受一點 你說說不及這件事 就不行了 她說我都害怕到呆了 但是當我 定了下來的時候 你這個人已經被人拼走了 嗯 嗯 那怎樣呢 嗯 那我又想問了 她拼走了之後 她應該是可能去療傷 或者去醫院 也好 什麽都好 那她有一段時間 可能就是要療傷了 嗯 但是其實之後 都有可能會撞到 回來嘛 是的 你都要繼續拍的 那回來的時候 怎麽不可以說 上個禮拜真的沒有意思 回來之後沒有牆口了 哦 那可不可以問PA 拿過電話 就是 是可以的 是 送一束花過去都沒有 但是沒有 就是沒有 大家都 就是叫做 可能A年輕 她又反應不過來 你又受了傷 接著大家又已經再沒有撞到 好了 那大家變為她心病了 她就是這樣 真的不值 開工不是你弄傷我 我弄傷你的 她都可能在忙開第二組了 每個人心態不一樣 是的 你問我 尤其是拍古裝 嗯 不是 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套 哇 我被那個女明星打到我 那心想 她一定是真的 她肯定真的打 哇 全身瘀傷了 是啊 還有 還有 有時候 那些叫做打 打聲 就是 她是拍開打那些 那些 那些力真的很大 真的 是啊 那些武師 那些哥哥很慘 我們真的不懂得打的 你叫我 就這樣一刀 或者一拳 我們真的用死力 因為你打 不知道怎麼打的時候 導演就說 給點力 這樣 然後又很害怕打到她 然後通常 那些武師就會跟你說 一仔哥 我不是被你打到瘀傷了 你都一路NG了 一下 真打 她通常寧願吃我們一夜 是啊 是啊 我也有一次跟一個導演 我真的想了很久 是不是我自己這麼蠢 我應該真的離開這一行 其實人跟你說了很多次 但是人是會有自然反應的 嗯 真的有自然反應的 是 那 那個鏡頭就是這樣的 就是我上次說就是拍打氣的時候 有一個打女來的 但是她好打得的 她真心打得的 哇 她每次打下來 我真的不太頂得到 那個叫夏至珍 啊 以前家和的一個打女 她真的好打得的 她姓夏的 夏春秋的夏叫夏至珍 你叫Banny按了東西給你看看 你一看就知道 所有那些家和的打的戲 全部都有她拍的 噢 好打得的 她打得我整個身子 雨晒夏至珍 她特地不收片酬 都是為了一部打你 哈哈哈哈 我就拍這一部 我想打她 但是 你問我可能她 我整身雨晒 她都不跟我道歉 但是她又不知道我整身雨晒 是啊 你不說這樣她又不知道 這個 哇 那些什麼女子監獄 打到那些 鄭月璃打到她 大概吐血 整天拍打戲的 她 可能她困惯那些武師 大家都這樣打 所以她不為意 你說得對 她是困惯那些武師 你看看你年輕的照片 就知道了 這個叫夏至珍 那些專門做那些打女 警察 什麼東方禿鷹 說打到別人 趴街的 她每次都 很能打的 很能打的 打到我 那些雨晒 但是我在片場拍完她 也沒有跟我說對不起 但是我 當時我們後來 後來我們 大過了 她問她 哇你知不知道 你打到我雨晒 她就呆了 她說不知道 每個武師都是這樣的 嘩 嘩 她說你的肉 那麼容易雨的 這樣喔 那麼豆腐的 哈哈 她說不知道你少爺身軀 是啊 她經常都說 嘩你那麼容易雨的 你不要拍打了 這樣 因為你是男生 如果是女生的話 她可能會為意一點 男生她會覺得 你都是實實正正沒事的 是啊 那時候我見你這麼fit 但是她說已經就著力來 嘩我心裡不就力 嘩我就死了 這樣 你真的爆了幾條肋骨 那些 那些 跟你打完之後 OK下一場 那你已經不會再 是啊 是啊 不會再說 你沒事吧 不會的 換衣服吧 另外我拍電影 有一部電影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導演 就是叫王晶的得力助手 就是什麼第一高徒 就是王晶的第一高徒 那時候我拍了她的兩部電影 就是誰 叫做王晴華 Sherman 是的 Sherman 是的 OK 那個鏡頭我坦白說 是我蠢 還是我的潛意識根本做不到 OK 她叫我就是怎樣呢 把人 一百八十 就是這樣 向傾斜 落地 她說我的手會托著你的 OK 就是你要百分百相信我 嗯 就是你就這樣 跌下來 你跌了 她拆 我就托著你 新郎很多電影都有這些橋段 不過跌下去那位是女演員 有個男演員 托著某個部位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但是我就剛剛相反 我是要有直衝到鏡頭 由地面直衝到地下的感覺 握著拇指托著你 握機那個 就是導演握機 他說第二個不要了 我自己做回 就是導演自己做回 因為她說我怕C號會害怕 因為你這樣直 因為前面是個鏡頭 你跌就是跌下去的鏡頭 如果她托得你不穩定 你的整塊臉是撞在鏡頭上的 是啊 是偽用的 是真偽用的 那部機器也很硬正的 就是我的臉是要由這樣 蹤在鏡頭上 其實是用手托著 它剛剛跟你有距離而已 嗯 我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潛意識 就是想找一隻腳去撐一撐 我去撞整隻腳撞到她的春袋 哇 好痛啊 她老婆或者女朋友 真是謝謝你啊 她現在有沒有小朋友 有 有 有 可能撞多了出來 但是她其實說了很多次 你放心吧 但是我不知道跌下去的時候 我想自己 就是 自然反應 這個 那我一 我的腳 一起了彎曲 我就撞到她的 噢 我的天 哇 我不是難的 你還要那一刻無情力 還要是無情力 哎呀 我好不好意思 我真心不好意思 我真心不好意思 人家導演跟你說了 你苦衝下來 你什麼都不用管 但原來人有一個這樣撞下去 你會 是 我怕 我怕 偽用 嗯 我們羽生俱流 各個有個自然的 保護自己的反應 所以你一定會 卡到的 所以我的腳 有一點點彎曲 就是 完全 希望是膝蓋 碰地 至少臉 不會偽用 就是這樣 那一下 還有你整個腦都是這樣做不到的 是啊 是啊 如果你剛剛入行什麼都不懂 不知道有這樣的危險性 那導演叫你做什麼 噢 那你反而做到 但是因為你知道那個危險性 還有你應該見過片場出現的很多 意外 是啊 所以 你知不知道撞下去 整個臉是要去入院奉針的 真的要 是啊 所以潛意識你就會覺得 嘩 但是他們 因為這個很出名的導演 是母子出身的 嗯 所以你放心 其實是不應該導演握機的 但是他說行了 我照顧C號 我握好機 我一隻手 他一隻手握機 一隻手握著我的 但是我都 就是我 我的腳屈了一下 就是 就已經坐下去了 因為你完全凌空地搭在地上 他不握機單手 你們有沒有試過 什麼 他不握機單手試過 是沒有問題 他一拿著機 你就會怯了 是啊 因為我臉會撞到機 我便會怯了 OK 一怯你的膝蓋就動 一動就撞到他了 嗯 好想現在人家有消息 哈哈哈哈 都不知道怎麼辦 不是 你問我 隔了很多年之後 他現在在國內很出名 拍電影 電視劇 我們回來香港吃飯 我都會每一次跟他說 其實我當時已經跟他道歉了 嗯 但是他是 你每一次都問候他 你每次見到他 他最近沒事的 不是 我當時在片場裏面 我已經跟他道歉了 但是他是 我想痛到不停找出口罵我 他是聽到我道歉 但是他怎麼會覺得你這麼笨 對 而且他已經說了給你聽 他想著你相信他 好了 那我現在 基本上我每一次 我都會跟他說 其實當年我真的很對不起 就是 我每一次見到我都會說 因為我一直在拜心 就是這件事 我是一直在拜心 因為我們拍戲 我們其實不想傷到任何人 嗯 所以其實你記了一句心 你會不停找機會 去跟他道歉 你就不會沒有那件事 等30年後才再提 但是當日 今天誰說呢 就是蔡少芬說 他說我真的要跟這個人道歉 噢 他說當年跟郭富城 嗯 就是呢 還有呢 就是拍了一部電視劇 他說呢 我到現在都放在心裡 其實我當時我是 我是覺得內疚到自己 哭了很久 但是 如果有得說的話 我都還想跟對方說多次對不起 就是 我不知道 因為對方這樣為了容 我會很不開心 嘩 什麼事 好了 那就是蔡少芬最近在電視節目裡面 再次說 他說當日呢 那時候呢 有套的武俠劇 就是電視武俠劇 叫《風之刀》 他說對方 整個快看到這樣 好害怕 好內疚 好害怕 是啊 而且你怕他猛 不是 他在眼角邊 眼角邊擦角 他說當時看到對方呢 掩著眼睛 整個眼睛都紅了 但是呢 他說我是怕得整個人是怕得 怕得她是不懂得說話 嗯 就是等於阿姐說 就是 反應不過來 都不知道 啊 他說見到對方 見到袁潔營 整個呢 眼睛 附近呢 全部都瘀了 他說怕得不懂得 有任何反應 嗯 相反是 為什麼她今天說出來呢 相反是袁潔營走過去 跟她說 安慰她 沒事了 沒事了 我沒事了 我沒事了 你鎮定一下 被人插歌 還鎮定過插人那個 他說我沒事了 嗯 他都反應不到 他說下一格呢 他最初是 自己可不可以 立刻衝去廁所 躲起來哭了很久 嗯 當然 但是他都 他都依然 未懂得跟別人說 對不起 嗯嗯嗯 但是他的反應 你值得原諒 你知道他害怕到 已經呆了 你知道Ada那些 可能都已經在那裡 是啊是啊 還有你已經想到 就是 嘩如果他偉容 或者眼睛瞎了 他以後沒事做 怎麼辦呢 是我做成的 是啊 嚇死他啊 所以他就這樣說 他說 嘗試駕了這麼多年 我一定都放在心裡 所以 他說 當時反而是 圓潔形安慰他 就是Fanny 嗯嗯 他說安慰他 那 沒有 沒有 那就 就是 這樣 沒事了 沒事了 OK啊你看一下 比以前更漂亮啊 那 OK啊 擺定了這件事 是的 就是你問我 尤其是拍這些戲呢 我又聽過一個男演員 嗯 他說的 他說 有時候你知道 導演 我們尤其是拍電影 電視就不會的 電視就百分百不會的 就是 他說 喂 那我們走過去跟別人說 不好意思嘛 怎麼說得出口啊 這件事都尷尬到這樣啊 就是 是尷尬到說不出口啊 什麼事啊 有什麼這麼尷尬呢 那他呢 就說怎樣呢 他是專門做些江湖大哥的 嗯 就是那些哈哈伯伯那些 嗯 那那場戲是怎樣呢 就說他拖一個的 就是女主角 拖一個女主角 就進去洗手間裡面 打他一身 就是打他一身 那打那些就拍完了 嗯 最後就是怎樣呢 就是要侮辱那女主角 就扯 就是扯他的衣服 就是把那些校服扯開 就是 給那些年輕人笑 你看他 啊 就笑他而已 他一手扯 連胸圍都扯掉了 他當時嚇到 扔回那件衣服 馬上走了 他比那個女主角還尷尬 嚇死他 你明白嗎 這支導演叫他 就是扯的面子 為什麼他大力 就是連胸圍都 跑不成功 他說他當時尷尬到 不懂反應 扔回那衣服 就跑走了 哈哈哈哈 我的天 那女主角肯定呆了幾個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我明白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那隻 大家都不知道怎麼辦 是啊 導演又不會挨卡 搞什麼 搞什麼 他原本導演叫他 就是扯的面子 那他裡面有一件底子 是啊 為什麼大力 就是連底連面 一聲 其實都會 還有這些意外 實會發生的 還有你的戲 你在演的 那些無情力 你不知道 是啊 是啊 因為大家有個距離 你一捉他 那距離 遇得不對 你打算捉他的肩 似他的衣服 誰知道 一捉就捉了 可能是這些位 他說他當時 怎麼樣才有反應呢 他想著一直在演戲 哇 扯了 怎麼一見到兩顆黑點 他說 他說 這個一定不是空位 走 不應該出現在眼前的畫面 天啊 救命啊 尷尬到暈了 那我問你有沒有 跟別人說對不起 是啊 他說還好意思 當然不是 什麼不好意思 怎麼都說 喂 不好意思 做事大力了 Sorry 很簡單的 大家做事 大家明白大家是大人 來的 你以為你真的想扯我的衣服嗎 昨天那個女生應該 轉頭就哭了 沒有啊 她是烈女 那就更加OK啦 剛才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啊 我覺得我女生都會 我會拉她去往一邊說 我會拉她去往一邊說 如果我是個男生 那我說 你真的欠人家一個道歉 娶她 娶她 是啊 自己不娶她 穩住好人家給她 她經常都做這些江湖 大哥 不是要娶她很多 那她不是每次都 都拔人家的光嗎 她說 那我怎麼樣 後來有沒有做朋友 有 還有沒有提這件事 當然不敢提 不要再提了 不再提 說一次不好意思 對不起 就不要再提了 就抹了她 是啊 因為會很煩惱 如果我是個女生 就是我不會再見這個人 因為見身她都提 已經尷尬死了 是啊 那我說你後來沒有 就當沒事發生過 這件事發生 但是過了她 你不能再 你說了對不起 或者那件事 不要不斷拉出來 說 不要搞大她 反而那個女生 我說 那那個女生比你更大 是啊 其實我一直放在心裡 我想她應該沒有放在心裡 嗯 她不是做事而已 不是故意 是啊 大家都明白 拍戲的東西 下次買過那些衣服 買六個扣那些 哈哈 那不如索性你拍的時候 貼乳貼吧 大哥 好 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都有的 記住兩條肉都很害怕 不是說一定要看到兩條肉 是啊 那你貼完膠布 是不是都覺得自己好像沒有 其實你貼完膠布 你都是沒有東西 都是坦蕩蕩蕩的 就是哇 是一樣反應 你拔完之後之後 哇 怎麼會有兩個膠貼在那裡 所以這次你覺得蔡少芬 是啊 將這件事放下 說出來會舒服一點 是啊 說出來會舒服一點的 我下次見到江湖大哥 經常演江湖大哥這個人 我們走上去跟別人說一次 不好意思 自己不要再提這件事 是啊 放在心裡幹什麼 人家都忘記了 可能現在你問問袁潔營 蔡少芬這件事 可能袁潔你忘記了 忘記了 經常都受傷 是啊 經常都受傷 片場 不是你弄到我就 我弄到你的 轉頭 當時 當然 你現場 你怎麼處理 令大家都舒服一點 是的 但是你問有沒有害怕到不會處理 也都有 有 是害怕到不會處理 因為你弄傷人 是不是 好了 希望蔡少芬早日忘記這件事 不要放在心裡 也不要再 記得自己 都陳年往事 是不是先 說了對不起 現在都要公開說了對不起 抹掉它 OK 好了 待會兒我們 不是啊 不能回頭了 待會兒你回來 不回來 不回來 約定大家準時10點再見 拜拜 拜拜